接下来今天追新闻方面来带您看看 科技业之前爆发的裁员潮 似乎已经止不住了 不但止不住 甚至还越演越烈 因为AI时代来临 这个AI技术虽然很科技很前卫 但是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这很可能也会加速 让更多人是没有工作的 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今年三月份都还没有过完 全球的科技业的一个裁员人数 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了 超过了五百家科技公司 一共裁掉了十七万两千个人 那么公司大刀一挥 好多的员工现在都没有工作可以做了 哪些大公司都有进行裁员呢 像是亚马逊裁了两万多人 Meta裁员的人数也高达两万人以上 另外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 艾森哲他们也裁了一万九千个人 还有Google跟微软的裁员人数 也是超过了一万人以上 这个裁员风潮是没有停止下来的 我们就看看高盛集团最近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 甚至是AI时代崛起 这个情况也会让很多的员工 从此也是饭碗难保 以全球大型的经济体来说 其实有三亿份工作可能都会遭受到AI崛起的一个冲击哦 哪些工作最容易可能被取代呢 一个就是律师另外一个是行政人员 好行政人员到底要担心什么 现在Chat GPT的官方外挂已经登场了 他们尝试着用这个AI机器人可以帮你订餐厅订机票 甚至可以帮你买一些生鲜的产品 另外律师为什么也会工作不保呢 像是有一些知名 像英国非常知名的安理律师事务所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尝试咯 用AI机器人在操拟一些法律文件 甚至做出来的分析跟见解的部分 还有一些预测 比一般的律师做的还要详尽 所以现在很担心说 这些工作慢慢的会被机器人给取代 但是这样的看法 有一些大佬就不认同了 这位是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 他就说如果大家都去研究 那个什么AI chat GPT的东西 他相信大家都会饿死的 另外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也说 他说人工智慧是可以帮助人类去解决问题的 但是人类不应该被人工智慧所控制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机器只有机心而已 而人才是真正有心 那么他认为AI除了可以替代部分人力之外 甚至现在还传出什么 还让艺术家倍感压力 因为AI的绘图技术 进步的速度非常快速 AI做出来的一个艺术品 让人真假难辨 甚至有AI的最新科技 根本就是可以复制整个艺术家的画风跟作品 甚至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极短的时间之内 完成一副山寨画作 那这个状况让艺术家们现在也很担心 以后自己这些智慧财产权被人家复制 被山寨这么简单就被复制出来 以后会不会饭完也不保呢 美国有一群的画家 他们就决定联手反击了 控告三个AI绘图软体侵犯著作权 所以AI技术兴起 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来看看一些大佬的说法 这下一个人的画家 我们来看看一位的画家 我们来看看一位的画家 感谢观看